昨天那集說回日出康城 包括了智南天、馬里布和第十三期北面方向 最近在興建什麼 其實最主要有蓋上了整個將軍澳77區污水處理的設施 但是昨天因為時間關係 去到比較西北邊的方向 也發現有工程在進行 今天繼續說在這裡做什麼 時事留心即學問 歡迎來到BIPP豬仔頻道 還未訂閱及訂閱我們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用幾十秒來看第一集說什麼 好,很快看看Google Map 現在看到那七個Towers Google Map 其實是馬里布和智南天 跟這個對上有一點足球場 中間其實發現有些工程在進行 如果你看到實景可以看到 這個中間的位置其實就發現有些很巨型的渠 一直由這邊 近環保道延伸出去 去到將軍澳南的海邊 來到這裡就發現有些位置已經封了 鐵絲網看到有些工程車 其實這個位置就在 張軍澳南邊的海濱長龍 和康城這邊的入口附近 如果去看平面圖 紅色線 從右到左 其實整個77區污水的 抽水的設施 去到最左邊的紅色點 其實就是污水的抽水站 即是說我們剛才看片 這個位置就會建一個污水的抽水站 服務回到77區 其實在12月份 12月尾 VIPI 都看到有些很大型的運營圖車 在單車徑 近住 這個寵物公園那邊進來 去到這個位 進行污水設施的工程 這個規劃和準備 已經很快進行 其實整個撥款 原先是預定 這是立法會19年的文件 預算 19年上半年 會批的 下半年就開工 預計2022年完成 留意這裏不只說污水設施 再說到我們那條濫橋 都會是根據這個計劃的 但是後來也知道 因為立法會的撥款 有很多種不同的原因 遲了 變了 其實整個撥款 去到 就不是這裏了 19年年尾 去到2020年 尾12月 才批的 有可能 如果根據這個計劃的話 有可能整個工程 要退遲 一年 因為撥款也遲了一年 所以昨天有說過 這個 南橋有機會是2022年 如果真的有機會 有很大機會 是要去到2022年尾 跟這個 框坑大橋 和這個 張河南橋隧道 看齊 希望可以早點 但是撥款也遲了一年 有可能整個工程 都會 再延遲 好了 上集其實講到這個位置停 發現 這個抽水站隔壁 也有些工程 在圍 那麼 抽箱其實是右手邊的位置 左手邊其實是現在的鹹淡水 就是抽水站 已經建好了 中間這塊地 現在有些工程板圍住了 理論上 看看 如果看平面圖 這裏其實是規劃了 這條長長的土地 大約1.35公頃 就會做文魚康諾的設施 其實早前已經規劃了 做水上暮凍中心 在這個位置 建水上暮凍中心 但是 一直都沒有消息 昨天Rippy想找一些新聞 其實也沒有說 但是看到 有些工程 所以就等多一天再去看看 Rippy 嘗試去找一些新聞 最遠去到2011年 其實這份報紙 東方都有提到 那時候會建議 做一個 龍舟的水上暮凍中心 說十年遲的事 你看看這個規劃都跨了多久 現在十年後 都還沒看到 什麼 2011年 就說 最主要是做龍舟的水上暮凍中心 又有 包括急救室 更衣室 洗手間 療網台 還有可以放在龍舟的地方 加上有些單車停泊位 開頭就是一個設計 十年前 但是原來 這個康城 西北邊 水上暮凍中心的土地 開頭就連了 一個東九龍 啟德那裡 那個機場跑道 向著九龍這邊 那裡也有個地方 蠻適合做龍舟的水上暮凍中心 開頭就找龍舟的水上暮凍中心的負責人 去兩邊看 之後其實就沒什麼消息 但是去到2014年 之前有關的消息又出來了 龍舟的總會 就有在他們的網頁都登出來了 就說打算在啟德的避風塘那裡 搞這個水上暮凍中心 之後就應該就沒有再特別提 在漳坑路這邊 康城這邊搞了 一路就去到2017年 開始政府施政報告 又有提回這個水上暮凍中心 而且這次就看來比較實質的資訊 就說將軍澳這個水上暮凍中心 就有七個水上活動的總會 有興趣就利用這個 1.4公頃的土地 去做 不同的水上活動 而大約 哪種類型的水上活動 設計 以及總共興建的費用 都出了 大約要2.5億 2017年預計 所以這幅圖 這個模擬的水上暮凍中心 就是2017年 出出來的 另外一方面 其實Rippy在南華早報裡看到多少少資料 這幅是南華早報裡 採取出來的圖 就是來用一用 我們看到 右手邊 紅色圍著海濱長浪那一帶 就是水上活動中心 我們剛剛看了模擬的圖 計劃用2.5億去建 另外水上活動的範圍 就是你看到 白色箭墟 由 左到右 由底去上 這個範圍 我們不如去片看看 這個水域 究竟是怎樣 你現在看到 這個水域的夜景都很漂亮 包括這邊 就是向 坑後那邊 你看到快艇向著那邊洗去 因為那邊其實有得租快艇 就被人出海釣魚 另外這個水域其實 在對五節的前幾個月都會有些人在爬龍舟 玩獨木舟 甚至在游泳 游泳 甚至也見過有些遊艇曾幾何時都泊過進來 這裡因為 張浩南那邊有個公共的碼頭 有些船進來 駛進來 就上岸都有的 有些載的人 可能你也會問哪七種水上活動 這裡也很清楚寫出來 Rolling 就是蛙艇 Canoeing 獨木舟 Selling 就是這些 帆船 Water Skating 就是水上滑浪 即是有個快艇拉著的RickBot Dragon Boating 龍舟 其實現在都有的 Canoe 暫時也看到有的 最後那兩樣就是三學天日 還有Lifesaving Lifesaving 真不知玩物 可能是 學一下怎樣去海上 或者是請力 這些 三學天日其實都蠻適合在張均路 因為有個5公里長的單車徑 在這裡其實 在海岸線 其實已經發現RickBot看到有人在游泳 加上又可以跑步 雖然 大約的大江都 已經有了 但是 西貢區會會一直追 要快點起 看來 未聽到有什麼新聞撥款 直到今天 2021年1月26日 Ricky 上網找來找去都看到有什麼撥款的消息 反而看到地盤正在平整 好 那我們繼續去片看 這陣子 其實 這裡就是海濱場 我隔壁 就是剛才水上活動中心的位置 即是1.35公頃的土地範圍內 看到開始有些工程車在平整 在土地 例如將野生的植物 滑了 一路看回去 你看到這裡就是一個 鹹水的泵水房 泵水站 那如果我們從康城的位置的方向 繼續向著張澳南那邊走 看到原路都開始 他們圍回了一些 鐵絲網 不再被人 就進去了 去到最尾的位置 其實就之前有一片 類似臨時碼頭的地方 之前有道門 這裡門就被人叫開了 這裡曾幾何時是 我們海濱場狼 不少朋友在這裡 走出去望海 在這裡 譬如中秋節走來鐵下 或者是放紫耀 放中的聖地來 現在正式 就重新封了這個地方 就看到起鐵的圍板 那麼 看來這個地方就正式 平整了 就準備 蓋 一些建築物 那會不會是水上活動中心呢 那為什麼 VIPP去到最後又這麼說呢 就因為 其實 所有消息 去到2017年 就 找不到這些跟進的資料 VIPP上網 也不覺得 有些 什麼 比如 Facebook 或者一些 Forum 有再提 VIPP這兩天 嘗試去找 會不會有些撥款 最新的新聞 都不覺得有 只是看到 這個地 就開始 在做 平整地盤的措施 所以 VIPP估計 都應該是 準備起 水上活動中心的 有可能 有些撥款 沒有新聞 遺漏了出來 或者VIPP找不到 其實已經撥款了 所以就開始進行 又或者 其實 平整這個土地 是第一步 之後再確認 什麼時候 再建 水上活動中心 所以這裏 如果大家有什麼朋友 知道 有什麼新的消息 或者 其實都看過 大約知道什麼事 歡迎留言 討論一下 介紹給VIPP 和大家朋友 知道 這裏是否正式 建 水上活動中心 但是 唯一可惜 就是這塊地之前 是一個非常好的休憩地方 朋友們經常在放肆 現在就封閉了 希望它已經落實了 建建水上活動中心 好 那這個 一連兩集 說我們 康城的北邊 這排在起什麼呢 暫時 就 就這樣 因為沒有 最新的資料 如果有最新的資料 這個水上活動中心 是否真的蓋 那蓋成怎樣呢 一有什麼資料呢 VIPP 即時來就跟大家報導 多謝各位收看 今天這條影片 其實是 VIPP豬仔頻道 其中一條 記錄 康城 不同位置的施工情況 的片段 其實之前 就一直 不同月份 都有 拍攝 那個時期的施工狀況 當然 康城不同部份 如果大家也有興趣 去看以前康城的施工狀況 是怎樣的 可以去回VIPP channel 選一個playlist 去看 康城的施工狀況 這個playlist 再找回之前的影片 可以去參考一下 看看 但是 大家要留意一點 VIPP 將康城裡面的施工情況 以及康城 旁邊的 匡灣大橋 將國南平隧道的施工情況 其實分了兩個 不同的playlist 放在一起 方便去找回不同的資料 大家可以去看看 還未訂閱 VIPP的頻道的朋友 記得快點訂閱 多謝各位 至少很深 又很晚 回到VIPP的頻道